胡同专案也被柯皮取消 当初为什么取消 这个 当时是按照警察侵入 而女童在学校厕所被袭击 未来厕所是否家庄警令 要算那个 那个 全本消息 这个当时要花四千万办那个都庚办 就被人家批评要命 那现在要花两亿改造市政大楼 其实那个市政大楼我也去过 基本上也还好嘛 也并没有两亿是很多钱 市政大楼的改装 变成什么叫做 智慧市政的 一个这个做法 两亿多 用第二玉备金 今年台风还没有来 很可能下面一个一个台风就会来 第二玉备金是拿来干嘛的 是拿来救灾救命用的 你今天花了两亿多的第二玉备金 你去进行所谓的市政大楼的改装 说把它弄成什么叫智慧市政 我看了半天我看不出来 里面哪一个能真的能够达到成本效益分析的标准 今天你用了第二玉备金的钱 来做这个所谓的智慧市政 来做四楼装修 你觉得符合成本效益吗 你里面的很多个项目 我在这里不仔细的序列 我只讲一件事 垂直律化跟智慧市政它的关联在哪里 你里面你的电脑教室就要花了将近一共要花了52万 难道这个电脑教室就在训练你过去所一向称雄的网军吗 所以你从里面的戏目来看 你花这个两亿多 然后舍不得给小朋友继续喝牛奶 要换盖片 舍不得订报纸 然后每天不断的去晚间 违规停车 还要去开单等等 你完全在省这个小钱 而且省到市民的身上 从市民身上去拔毛 然后你花的是大钱 而且更严重的花第二亿背金 是花我们的救命钱